哈喽大家好,这里是一三电影 今天为大家想一个 三位来自两岸三地的中国女子 在纽约相遇的故事 陈在纽约 赵红是一个上海人 她在工厂里与丈夫相识 随后移民美国定居纽约 丈夫汤姆是一个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人 她对赵红关心体贴 以至于随她远嫁美国 赵红也是没有什么怨言的 在这个繁华的都市 赵红始终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她自学英语 却还是听不懂丈夫在婚礼上的美式幽默 她没有复合和大家一起大笑 大多数时间她都是愣在那里 有些难以理解 还有些不知所措 丈夫怕她无聊 就给她介绍了一个朋友 来自中国台湾的黄雄萍 黄小姐活不开朗 风趣幽默 婚礼上赵红不会切蛋糕 丈夫就让黄雄萍交叹 黄雄萍一句玩笑话 轻松化解尴尬 只是在赵红看来 还是不能理解这句大家眼中的幽默 即便性格各异 朴实的赵红还是与大大咧咧的黄雄萍成为了朋友 他们一起去到一家中国菜馆 名叫湖南园 菜单里却有北京烤鸭 这让赵红啼笑解飞 黄雄萍则泰然处置 表示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反正都是老广烧给老美的中国口味 开餐馆来自中国香港 名叫李凤娇 是一个强劲干练的事业型女人 来到纽约没几年 李凤娇什么都做过 炒房炒股炒黄金 放手一搏的性格让他很快在纽约立文脚跟 黄雄萍之前的男朋友正好是李凤娇的租客 男朋友是个穷鬼经常拖进房租 李凤娇在讨租的时候遇见过黄雄萍 于是两个人互相都不怎么待见 以至于在点餐的时候都差点呛起来 在一边的赵红当起了何时了 哎呀大家都是中国人 有什么好吵的 竟让那些外国人看了笑话 这是黄雄萍说 赵红没听懂言外之意 赶紧往窗外看去 哪里有天使 逗得二人哈哈大笑 彼此的成见也在笑声中随之淡去 三个来自两岸三地的女人 在这个城市里讲着中国话 心不免也更近了些 与赵红不同的是 黄雄萍与李凤娇都没有结婚 家的概念对黄雄萍很是遥远 工作上他是一个没有导演看得上的话剧演员 生活上他又长转于多个男人之间 局无定所啊 但他习惯了 他并不是没有家 相反他的父亲还是一个台湾的高官呢 他经常听父亲谈论局势 还取回一个有故事的大陆女人为他写书 他很爱爸爸 但不想待在爸爸身边 李凤娇就又不一样了 他事业上很成功 还有一个很要好的朋友 但很多人说他们是同性恋 他们从没承认也没否认 在爱情上李凤娇始终没有找到心仪的对象 餐馆阿姨这次又给他介绍了一个周先生 还说是第三个走出华尔街开餐馆的中国人 听到这里 李凤娇就会想问 那为什么不是第一个 一看投资楼为由 他们见面了 李凤娇还带上了与自己关系要好的龙先生 看了一圈都很满意 龙先生建议周先生把这栋楼买下来 要比别人抢占先机 李凤娇也是基金派 他也认为做生意都是要冒险的 同意买整栋楼 周先生则认为还是先买一层 这样比较保险 这也是他为什么第三个走出华尔街的原因 话不投机办居多 李凤娇觉得聊不到一块 就称有事先走了 只是临走前与龙先生对视了一眼 这一眼让两人觉得找到了同类 这一晚三个身份不同 追求不同的女人去到了一起 他们将自己灌醉 在纽约的街头肆意着唱着家乡的歌 这一刻他们是快乐的 几天后李凤娇约了龙先生 陪他看一处他想投资的楼 这是他们上次分别后的第一次见面 离别式的眼神让彼此心照不宣 一向心高气傲的李凤娇 居然变得拘禁起来 楼梯上的眼神交汇 让李凤娇勇敢的跑向龙先生 他们深情拥吻 像是找到了契合的灵魂 带的出现打破了这一切 关于他们的传闻 龙先生还是都少听过一些的 尽管李凤娇忌口否认 龙先生还是离开了 这一次李凤娇哭了 他发现了自己内心深处的空虚 且愧疚在自己心里 始终对不起带对自己的那份感情 黄雄平发现了计谋手腕上的痕迹 他突然很是心疼 他那么崇敬的 平日里高谈阔伦的父亲 私底下竟然以虐待一个女人为乐 另一遍赵红终于忍受不了丈夫的西方思想 在他多次提出 把妈妈接过来一挤住 遭到拒绝以后 他爆发了 在丈夫的思想里 不存在与父辈住的习惯 而赵红这里 母亲一生都不容易 即便是老了 也没能被女儿接过去 静静笑道 三个女人又聚在一起 只是他们对自己的难处绝口不提 他们不进明天 不进过去 只进当下的大雪 摔碎的杯子 也好像是被摔了的不如意 只是明天的太阳还会照常升起 喝完了这杯酒 生活还会继续 这部由张曼玉 思琴高娃和张爱佳主演的电影 展现出一副 有子在外漂泊的写照 不论是什么原因 身在异乡 怎么也没办法寻到自己的根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会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